各位KOFGYM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Hardbody Team的成員大手機 你好,我是Leo,我就是Hardbody Team的成員之一 我們最初是大概16年前,2003年 一起在GYM場裡認識 看到已經差不多身形,拍著一起操 還有看到這個年輕人,當時他穿著校服 很健碩,大家可能年紀又不是差太遠 開始拍著一起操 他未出現之前,我已經聽別人說 這個人又說自己未操過東西,但手這麼粗 我已經在陪回等他上來 其實我真的好像看偶像 就是小時候已經看過他 真的,小時候我等他 不是超遠的年紀 不會,不是超遠 不是超遠,但已經聽聞 因為他上來之前就說很巨型 我就在那裡等他 到底這個人是怎樣的 我就上來,等他看看他 因為他那時一上來,手是十五吋多 我那時的手只有十三吋 那當然是先看看偶像級 就等到他上來,看看他什麼愛型 那那時真的很誇張 很大的手 其實我比賽都是很大的因素 因為他 我經常跟他說,他以為我經常吹水 但是真的 在他第一場的新秀賽比賽 我是第一次看比賽 我看完他那場比賽之後 我就在那裡反問自己 那時經常都想 我是有想過 喂,這項運動 為什麼我玩了那麼久 都好像沒什麼突破 然後當我見到他上台 他拿獎的時候 那次我去看著他拿冠軍 看著他拿全場之後 然後我心想想 我都想試試其上舞台 但我知道這條路都比較遠 那我因為都用了很多時間 去籌備 那是我第一場的比賽 始終大家都是向了一個目標 就是比賽這件事去操練 那很多時候都可能 我們收身的時候 情緒上可能有時候會很down 大家會私底下說 頂住吧 給完個賽 大家可能有個獎牌 怎樣也好 一起去大食一餐 這樣去互相去推動大家 我人是不明白的 他們沒試過 沒經歷過這件事 他們是體會不到的 而且都是 如果就算我們不是同一個組別 我們一起經歷這些事的時候 大家是互相推動對方 可鬥志會好很多 那我們有共同目標 我們都是想拿到最好的成績 就算未必會拿到最佳的成績 但是我們都想超越上次的自己 我們最主要是想做這件事 我們在這裏都是在突破的 每一次都要超越上一次的自己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對呀 好像我們在澳門之後再去台灣 我們在上次有關的訪問也有說過 對呀 最佳台灣 拿金 一起 我們能夾到的時間 我們都會去操練 總之是要操練到大家 都借了 操練到大家都覺得 摒不順 互相推動到 操練完那天 整個人都散了為目標 跟他操練完後已經已經散了幾天了 所以要隔很久才再去做 會不會想逃跑 不會呀 你會很享受 因為我們是喜歡的 不會因為說很害怕 有些人會覺得很辛苦 我們就是不怕辛苦 才能走到這一步 今年的比賽有少許特別 因為我從來都未試過 一個月時間裏面 是比三場比賽的 在今次比賽的三個月左右 可能面對三個比賽 我自己會比較緊張 在那幾個月裏面 其實每一天 其實我是靠鬧鐘 靠六點鐘起床 但可能都感覺到 這些比賽會有壓力 就是很多高手 幾個月裏面 可能睡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點多小時 我會自己醒了 那又睡不回來 那就一早回公司 可能跑步 踩機 然後操練 直到 說的是台灣最後一場比賽那晚 我才可以睡到一年 鬧鐘響都不知道醒 今次我比起以往任何一次比賽 就是無論是專注度 飲食上的控制 都是最嚴格的 宣佈那一刻 我沒有想過會自己有機會拿到 因為其實各級的對手都很強 特別是最重量級的伊朗選手 因為我知道他過磅的時候 應該是270磅左右 重我足足70磅 就是我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拿到這個獎 那拿破卡之後 當然了 已經是完成了我自己定內的目標 那如果你說下個目標 就希望是參加職業賽 就是希望我的成績不會太差 就是你說拿一些可能三甲 又或者入圍 這些就不敢想著的 但是我也盡力做 希望是拿到一些不會太過差的成績 其實很多KOFGYM的朋友都見過我們的場地 那賣GYM的場地 就是我和我另外一位拍檔阿Wing 就一起創賣出來的 當初那個概念構思 都是以自己一個操練的地方 因為外面的大場實在越來越多人 有一間屬於自己的GYM 又可以真的工作於娛樂 可以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我們這裡看上去都很 牆壁很硬正 很硬砌的模式 就是有些人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多 現在時尚流行的Functional Training 和其他的過程班那些 我們這裡都沒有的 全部都好像截管模式 好像很硬吃 器械和很多東西都好像看上去很硬正 有些人就不是那麼喜歡的 但我們就因為很喜歡操東西 所以器材和各方面都是由我們自己去挑選 看到一些器材 雅鈴都好像比較舊式少少 沒有那麼生名 但是他們會比較實在些 因為在我們的範疇裏面 我們以前是重於VLA 或者是我們有些器材比較舊式少少 但是在我們以前的操練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硬的 所以會獲得更加大的效果 其實我和他相約比賽 是第一次來2017年的Mr.O 香港那一次 但是因為我自己就做得不是那麼好 可能就不可以和他一起在後台上參與那個比賽 我們相約在2018年再出去挑戰 由澳門賽開始 我們大家都互相鼓勵和支持 因為我們都希望會獲得更加好的成績 我們都是同一個目標 就是想贏上一次 有他的推動之下 還有我真是深深感受到 有個partner 即是好像肥初戀 和一起去參加比賽 是那個氣氛 和情緒都會好很多 比過往一個人 鼻戰是差很遠 今次出到台灣賽 拿到一個成績 我們都很滿意 還有很開心 因為我見到他TEMPO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 因為我見到他真的 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那個夢想 我都會定立給他自己的目標 希望可以更加做得好些 我都很想有機會和他 再一次出去參加比賽